美國加州大學聖地雅歌分校 分子生物學博士陳思仲的中小學時代 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 因為出身書鄉世代 自己被歸為政治不正確的異類 也被他的成長留下恐懼的落孕 1981年 陳思仲出國前 在那個暑假 外公和他交失談心並告解他 你一定要隱性埋名 千萬不要參與政治 到美國求學後 有大學提供工作機會給陳思仲 而他導師也邀請他留在美國 不過他心裡想的只是要服務自己的國家 1989年5月27歲的他回到中國 6月4日晚上 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對請願的學生開槍 他說 6月4日那晚改變了我的生涯 目睹天安門廣場屠城 我才想起外公和我說那番話的恐懼之處 他對中共徹底失望 也離開了中國 1999年4月25日 陳思仲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提到法輪功 一萬多人在北京中南海請願 他說 參加中南海請願都是成年人 經歷六四 他能夠平靜地對待這件事 唯一合理的解釋 就是他們真的沒有想著 跟政府作對 也沒有害怕 他說他認為425是神跡 5月2日 陳思仲一晚就看了轉法輪 他看到中國的希望 因為法輪功令人做好人 他提到 修煉法輪功後 他不僅咽嚇嚴傳遇 而且精力非常充沛 我現在只是睡4個半小時 是以前睡眠時間的一半 連近60歲的他說 自己的精力跟年輕時一樣 別人見到自己都說 你為什麼沒變呢? 就算了 一半小時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我不是說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